開始臺北市也要來施打疫苗了 針對85歲以上的強者 還是建議線上預約 那如果是住在臺北市沒涉及的話 是建議打電話到民政客來查詢 更多訊息帶您關心 什麼時候去打疫苗 原則上是 我們先讓這些預約的先打完 所以你大概是 如果這些沒有涉及在臺北市 原則上是17號的下午開始打 我們看看這個容量有多少 如果都超過了 我們就到繼續在18號的上午繼續打 原則上就是這樣 至於那些 那些臥床的 如果在機構的那簡單 我們大概到 大概到16號大概就打完了 剩下就是說 他是個體婦你知道嗎 一個一個在家裡臥床的 那這個我們就請你播這個 長照專線1966 我們先登記 因為這個疫苗一打開 一次要打10個 所以我們要先登記你知道 然後再安排 去跟你打 因為這個比較 台北市從明天開始要施打疫苗了 建議線上預約 那如果沒有涉及居住在臺北市的話 建議跟民政客來聯繫 更多的訊息請您持續鎖定中式各節新聞 也是蕭惠文 我們再會